春节是几月几日,暴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。 一到春节,全国各地纷纷变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仪式。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的腊记或腊月23的祭造开始,一直到正月十九。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春节的高潮。 2019年春节的时间为2月5日。 相传春节起源于姚顺时期,顺即位后带领部下祭拜先帝姚。 从此,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称为元旦。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采用全球通用的公元纪念法。 为了区分农历和洋历,政府将元旦定为西历1月1日,春节定为农历正月初一。 所以春节一词的历史并不久。 百节年为首,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。 它不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和文化心理, 还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。